你入行二十年了是嗎? 沒有,十六 死了我自己十六 但是... 02年 02年訓練班,十八期 那麼十六 其實一出來,有一個機會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事業草 如果沒有事業草,大家沒有人會記得 有一個這樣的年輕人先出來 事業草 然後也荒廢了一段日子 還有現在大家都會說我是奧運六星其中一星 有或者... 其實那些人經常都跳過了 奧運五星而已 跳過了這隻東西 你六星始終好像跑得比較慢 很慢 所有人都在做主角的時候 為什麼自己不是主角呢? 打個比喻就是 他們是梁朝偉、劉德華 我也是湯晨朝偉的 就是... 為什麼連...都不是呢? 就是... 那時候會很不開心的 因為他們經常都用六星去比 就是... 那時候出現得最多的報導就是 這顆星很暗淡 這顆星根本上就不算六星 是五星 這顆簡直不可以算是一顆星 就是... 那時候有很多這些 那時候有可能就是連笑氣盛 又不是很懂得處理這些問題 那拍劇又可能... 有沒有借酒銷售? 那時候我喝酒喝得很... 又不是借酒銷售 那時候我真的很喜歡喝酒 是的 那... 因為開始沒什麼事情做 那時候是喝酒 那... 就是很多東西不懂... 很心酸 是的 就是很多東西不懂得處理 那... 你又越拍越煤 那... 很簡單的 你出來 那大家一齊 都沒有人想訪問你 亦都沒有人想見到你 那你又覺得... 那不如... 算吧 我躲在家裡就算了 那... 我想是直到... 舞動奇蹟? 舞動奇蹟 舞動奇蹟我經常都說 是一個叫劈砲宣言來的 那我經常都覺得一個男人 都在娛樂圈十年 浮浮沉沉了那麼久 是不是時候要出去做一些事情 去賺錢養家 現在不要經常要家人擔心呢 正直又... 不正在湖南威士又很避免 又找我去跳舞 真的就是遇到... 我另一個伴侶 金神 那... 剛剛他是十八歲 那時十八歲 是北京舞蹈學院出來畢業 一個年輕女 充滿著幹勁 慶著我這個叔叔 就是... 打算不做的了 那... 但是我在跳到第四個星期的時候 可能這個女孩 融化了我 或者他感動到我 就是他那種幹勁 我還記得跳第七個星期 我的骨 所有的骨 差不多要裂的 就斷了 就是... 所有東西裂的就裂了 斷就斷了 因為... 我始終不是... 做學院出身 嗯... 一個星期要跳... 就是每一天 跳十三至十四個小時 對我來說 其實那個... 那個... 運動量是過了量的 我記得第七個星期 我... 剛剛做一個動作 就是抱住在我頭頂上 一跳就跳下來而已 我聽到很清楚 就...一聲 就是腳骨裂了 你的腳骨裂了 沒錯 然後我就... 嗯... 糟了 那時候我已經跳第七個星期 那要有些成績呢 那間酒店是會越來越好的 哈哈哈哈 那我那間酒店的景色是挺漂亮的 我坐在那裡 那隻腳骨裂高了 就在敷了一些東西 腫了嘛 接著... 那個小妹妹進來 我很記得那一幕 有一幕的 樂意大哥 辛苦你了 我們跳到這裡為止 很多謝你這段時間陪著我 接著我就突然間那種... 那種心啊 靜著著了 你看一會先 你先出去一出去 你先給我時間 我花回香港 捉一捉著腳 我會幫你跳到最後的 哈哈 我就找了郭富城的骨衣 找了一個骨衣就是說 我可以幫你紮住它 接著幫你放血 但是你不可以自己鬆軟帶 否則你會腫的 你每次跳完就回來 放血放血放血 但是我覺得那段日子 是我人生裡面 一個很重要 也都最開心 暫時對我來說 都是最開心的 在一個演藝的事業裡面 最開心的一個階段 那一個人 香港人 去到國內跳舞 沒有人認識的 我還記得從一開始 一個兩個人粉絲 我跳到最後 有一半台是我的 就是你覺得那種 啊 真是 怎麼會這樣呢 還要是我最不好的那一番 就是跳舞那一番 有一半是 就是因為去到決賽了嘛 一邊就是另一個partner 一邊就是你的嘛 整邊都是我們 叫做一落千金這個組合的 一辣 就是你覺得 嗯 OK的 是的 還有到宣佈冠軍的時候 那種感覺 我到今時今日都很記得